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认为非暴力沟通可以指导我们转变谈话和倾听的方式 不在条件反射式的回应 既能诚实清晰地表达自己 又能尊重和倾听他人 特别是在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 运用非暴力沟通可以促进倾听理解和发自内心的互助 让爱和尊重融入生活 在这本书当中 马歇尔·鲁森堡博士引用了大量的咨询和实践的案例 不仅有理论 而且实战性非常的强 在本次讲述正式开始之前 我先请大家思考三个问题 第一 非暴力沟通是不是让你变得温顺听话 变得消极无为 第二 面对他人的指责 我们需要辩解还是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第三个 非暴力沟通是不是不发火 不表达你的愤怒情绪 在大家思考这三个问题的同时 我来说说今天的讲书脉络 我们今天分三个部分进行 第一 非暴力沟通的本质是什么 第二 怎样诚实地表达自己 不批评 不指责 第三 如何关切地倾听他人 做到尊重和理解 我们先从鲁森宝博士一次亲身的经历说起 他曾在伯利恒德黑萨难民营中 一个清真寺讲解有关非暴力沟通 听众大概170人 是巴勒斯坦的穆斯林男子 那时巴勒斯坦人对美国人的态度并不友好 演说的时候 他突然注意到听众当中传来一阵低沉的声音 翻译提醒他说 他们正在低声议论 你是美国人 这时 一位男子站了起来 他冲着他使劲地喊道 谋杀犯 许多人立即随声附和大声喊 杀手 杀孩子的凶手 谋杀犯 鲁森宝博士对这种情况的发生早有预感 来难民营的路上 他看到几个前一天晚上 射入难民营的催泪弹的弹壳 每个弹壳上美国制造这几个字都十分的醒目 对于美国供应催泪弹和其他武器给以色列 这些难民心中充满了愤怒 他和那个称他为谋杀犯的男人开始了对话 你生气是因为你想要我的政府改变他使用资源的方式吗 实际上 鲁森宝博士是猜的 他不知道猜的对不对 关键是 他确实在关心他的感受和需要 天杀的 我当然生气 你以为我们需要催泪弹 我们需要的是排水管 不是你们的催泪弹 我们需要的是房子 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国家 所以你很愤怒 你想要有一些支持来改善生活条件 并在政治上独立 你知道我们带着小孩子这里住27年 是什么感受吗 你对我们长期以来的生活状况 有一点点的认识吗 听起来你感到绝望 你想知道 我或是别人 是不是能够真正的了解 这种生活的滋味 你想了解吗 告诉我 你有孩子吗 他们上学吗 他们有运动场吗 我儿子病了 他在水沟里玩耍 他的教室里没有书 你见过没有书的学校吗 我注意到 你在这里培养孩子是多么的痛苦 你想告诉我 你所要的正是所有父母给孩子的 好的教育以及健康的环境 让他玩耍和成长 不错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人权 你们美国人不是说这是人权吗 何不让更多的美国人来这里看看 你们给这里带来了什么样的人权 你是希望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你们巨大的痛苦 并意识到我们政府活动的后果吗 这样的对话持续了将近20分钟 他一直在表达痛苦 而鲁森堡博士倾听每句话所包含的情感和需要 他主动帮助鲁森堡博士了解他的心灵以及深深的不幸 当这位先生感到鲁森堡博士领会了他的意思 便开始愿意听他讲来难民营的目的 一个小时后 这个原来称他为谋杀犯的男子 邀请鲁森堡博士去他家享用丰盛的摘月晚餐 这个例子当中 马歇尔鲁森堡博士使用非暴力沟通 与仇视美国的巴勒斯坦难民营的人沟通 这个男子一开始称他是杀手 杀孩子的凶手谋杀犯 后来这个男子竟然邀请了鲁森堡博士到家里吃饭 用最隆重的方式招待了马歇尔鲁森堡 那么到底什么是非暴力沟通 它本质是什么呢 说到非暴力沟通 每个人心底里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我暴力吗 不妨我来说说下面这些现象 再看看你有没有 我怎么这么不长脑子 我怎么嫁给你这样的人 我怎么养了你这样的孩子 你发神经啊 你太笨了 看个隔壁老王家的孩子比你强多了 你怎么这么蠢 这么点小事都干不好 别给脸不要脸 你怎么不早点去死啊 我被你丢死人了 你现在就滚出去永远别回来 离婚离啊 反正我就受够了 现在就去办 这样一些语言啊 我们称之为隐蔽的言语暴力 他们的共同点是 要不是指责嘲讽 要不是随意的评价和给人切标签 相对于使用武力施加于身体的暴力 言语上的暴力啊 更加具有隐蔽性 经常让人难以辨别 使用暴力的语言沟通 它的危害性啊 往往被人嘀咕 俗话说 恶言伤人六分寒 有时候啊 言语上的指责 谩骂 人身攻击 给我们带来的创伤 比肉体上的伤害 更加令人痛苦 说了这么多 你可能会问 到底什么是非暴力沟通 我就用非心理学的语言 来描述一下 什么是非暴力沟通 就是通过观察事实 感受自己的心情 表达自己的愿望和需求 同时聆听别人的愿望和需求 也就是说啊 既诚实地表达自己 又尊重和倾听他人 静下心来想想 如果我们听到不中听的话 我们到底有哪些选择呢 实际上不外乎这四类 第一类我们来责备自己 第二指责他人 第三体会自己的感受和需要 第四体会他人的感受和需要 什么叫责备自己啊 像我真是笨死了 我脑袋被驴踢了吗 我嫁给你啊 责怪自己 还有一个最暴力的词语 叫应该 我不应该那样做 我应该 或者我本应该更加努力一点 这类的话 其实都是对自己的一种自曝 本应该是一种懊悔 让人沉浸在沮丧的情绪当中 以至于失去发泄其他的美好 至于指责他人 像你气死我了 我被你累死了 言下之意是说 我的生气 我的不高兴 是你造成的 这样实际上是让对方有了内疚感 自责和指责他人啊 其实都是错误的发泄方式 而隐藏在背后的是 未满足的真正的需要 非暴力沟通强调 感受的根源在于我们自身 我们的需要和期待 以及对他人言醒的看法 导致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感受 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案例 家长对孩子说 你成绩不好 让爸妈伤透了心 换句话说 父母不开心 是由孩子的行为造成的 而孩子看到父母的痛苦 会感到内疚 为了不让父母伤心 不得不迎合父母的要求啊 去学习 而非出于自身的兴趣 如果我们想利用对方的内疚 而达到我们所需要的目的 其实啊 对方很不情愿 同时影响了对方的心灵成长 一旦人们谈到需要 而不是指责自己或者是对方 他们就有可能找到办法 来满足双方的需要 所以啊 正确的说法是 我要为我自己的情绪负责 我对自己的意愿 感受行为 负有完全的责任 我们要诚实的表达自己 做到不批评 不指责 同时呢 我们还要关切的倾听他人 不把别人的话 轻易解读为批评或者指责 非暴力沟通 不是今天用了明天 就可以扔掉的犬宜之计 非暴力 也不是让你变得温和和听话 非暴力主张积极进取 而不是消极无为 非暴力意味着让爱融入生活 尽而让尊重理解 欣赏感激慈悲 来主导我们的生活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如果一位丈夫 把她的结婚纪念日 给忘记了 看看她的太太 怎么跟她沟通 死哪去了 结婚纪念日都不当回事 你心里还有谁呀 相反 我们说了解非暴力沟通的妻子 她会怎么对丈夫说呢 老公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你这么晚才回家 我很失望 不高兴 因为我为今天的到来 期待了许久 也准备了许多 你能否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呢 如此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而且提出了请求 她并没有指责丈夫的不对 而丈夫在倾听之后 一定会感到抱歉 也会告诉妻子自己挽回来的原因 也许这是一个妻子 可以理解 可以接受的原因 说完了什么是非暴力沟通 我们进入今天讲述的第二部分 怎样通过四步法 来用非暴力沟通表达自己 那四步呢 留意观察 表达感受 理清需要和说出请求 也就是是什么 怎么样 为什么和怎么办 首先讲是什么 留意观察 些尽可能的客观的描述 你所了解的事实 而不是一上来就指责对方 或者发泄情绪 发生了什么 你看到了什么 了解到了什么 如实说来 第二步 怎么样 也就是表达感受 发生了这件事 让我高兴生气 伤心还是吃惊啊 坦率地表达感受 让对方清楚 你的情绪究竟是什么 第三步 为什么 要理清需求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啊 在很多场合下 我们经常会向外归因 指责他人 认为是对方的不负责任 不够体谅 冒犯了自己 让我产生了沮丧和愤怒的情绪 而非暴力沟通 在归因的环节上 尤其强调 向内归因 我之所以产生了某种感受 并不是因为他人做了什么 而是 我的某种需要 没有得到满足和认可 强调向内归因 既不简单地指责他人 也不规则于自己 而是让自己能够 更加坦率 明确地表达需求 如果我们通过指责批评的方式提出主张 对方的第一反应常常是什么 深辩 否认 乃至反击你 但如果我们直接说出需求 对方则有可能做出积极的回应 我们举个例子 他们取消了合同 让我很不高兴 因为我对自己说 这是极不负责的行为 还有一种表达法 他们取消了合同 我很不高兴 因为我想重新聘用 我们在去年解聘的员工 现在却无法实现了 大家感受到这两种表达方式 有什么不同了吗 第四步怎么办 这是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提出请求 非暴力沟通 建议人们用请做什么 而不是说不要做什么 这样的句式来提出请求 而且一定要用非常具体的语言 来表达请求 只有当我们知道自己 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对别人的期待 究竟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才能提出具体的合理的要求 面对孩子在玩玩乐高玩具 把这个玩具的零件扔了一地 我们怎么说 Iris 我看到玩具四处散落 我不太高兴 因为我看中整洁 你是否愿意把玩具 放入到玩具柜里呢 观察到什么 玩具四处散落 感受到什么 不太高兴 你的需要是什么 看中整洁 你的请求呢 把玩具 可不可以放入玩具柜里呢 这恰恰是 非暴力沟通的四个要素 四大不准 现在我们来具体说一说 第一步留意观察 我们客观地说出 你观察到什么而不去做判断或者评估 怎样观察呢 通过眼睛看 耳朵听 脑子来想 针对具体的行为 清清楚楚地表达 因为一旦你介入了评价 或者是判断 或者是辩解 都可能引起其他人的防御心理 观察 我们主张要在特定的时间和环境中进行观察 我们要区分什么 你观察到的是事实 还是观点 我给大家朗读 鲁斯贝本梅尔的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里呢 反映了观察和评论 到底差别在哪儿 他说 我从未见过懒惰的人 我见过有个人 有时在下午睡觉 在雨天不出门 但他不是个懒惰的人 请在说我胡言乱语之前 想一想 他是个懒惰的人 还是他的行为被我们称罪 懒惰 我从未见过愚蠢的孩子 我见过有个孩子 有时做的事 我不理解 或不按我的吩咐来做事情 但他不是愚蠢的孩子 请在我说他愚蠢之前 想一想 他是个愚蠢的孩子 还是他懂的事情 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说有的人懒惰 另一些人说 他们与世无争 我们说有的人愚蠢 另一些人说 他的学习方法 跟我们有区别 因此我得出结论 如果不把事实和意见 混为一谈 我们将不再困惑 在我一个小学提供咨询服务的时候 鲁森巴博士对此有了深刻的体会 这个学校的教师和校长经常反映 彼此很难沟通 于是学区的负责人 请鲁森巴博士来协调 双方的矛盾 他先请全体教师来谈一谈 然后再请校长来参加讨论 会谈一开始呢 他就问 校长的哪些行为 不符合我们的需要啊 他是个大嘴巴 有人马上回答 实际上鲁森巴博士的问题 是想知道校长说了什么 或者做了什么 而大嘴巴只是这位教师对校长的评价 当他指出这一点之后呢 第二位教师补充说 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校长的话太多 但是这仍然是一个评论 评论校长话多还是话少 随后啊 第三位教师说 他认为啊 只有他的话有价值 我解释说 推测别人想什么 与观察到的行为 不是一回事 最后 第四位教师也表明了看法 他希望所有的人 都一直听他讲话 当我说 这也是猜测的时候 有两位教师脱口而出 你的问题 真难回答 接着 他们就注意区分了观察和评论 一起列出了校长的具体行为 例如 在全体教员会议当中 校长会讲他的童年 和战时的经历 有时导致会议超时20分钟 我问他们是否向校长反映过这个问题 他们说 他们试过 但从来没有提及具体的行为 例如校长在会议中 回忆往事的事 最后他们同意 在校长参加讨论时 指出这些行为 那么哪些谈话方式 会让人把意见盖过事实呢 我总结有这么四类 一类叫信口开河缺乏 依据 例如 米奇花钱大手大脚 这是表达一种意见 而说 米奇上周买书花了1000元 这是一个事实 第二类呢 是叫以偏概全绝对化 在说话当中 总是说 总是很少 还有一类就是 把猜的当真 如果你的饮食不均衡 你的健康就会出问题 这是一种预测 应该怎么说呢 如果你饮食不均衡 我就会担心你的健康会出问题 第四类 把意见当成事实 苏菲长得很丑 这是什么 一种意见 苏菲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 这是事实 如果我们表达言过七十的话 别人就可能产生逆反心理 而不愿意做出友善的回应 所以不带评论的观察 是人类智慧的最高境界 说完了观察 我们再来聊聊第二步 表达感受 感受没有对错 只有是不是如实的讲出 我感到生气 我感到开心 我感到难过 这些都是感受 有一次啊 有一对夫妻一起参加一个研讨班 期间太太对先生说 我觉得我嫁给了一堵墙 先生的反应 真的是像一堵墙 他坐在那儿 一动不动 太太气坏了 转向我 嚷道 看 他总是这样 坐在一边 悯声不响 和他过日子 就像对着一堵墙 鲁森堡博士听了之后 问道 你是不是感到孤单 希望先生多多的体贴你的 在他表示认同之后 鲁森堡试图说明 我觉得 我嫁给了一堵墙 这种话 很难提醒他先生留意他的愿望 一旦认为自己受到了指责 一个人很可能会觉得委屈 并且退缩 这样双方的关系 甚至会更加的疏远 如果他感到伤心沮丧 不做任何的反应 在妻子的心目中 他就真的像一堵墙 我觉得这个词 听上去好像是感受 实际上往往不是 例如 我觉得被忽略了 这不是感受啊 而是你的判断和看法 如果这时候 你恰恰想独处 觉得被忽略了 不是很高兴吗 相反 如果想参加一些活动 你被忽略 就会觉得难过 高兴和难过 这才是感受 别人的哪些表达方式 会忽视我们的感受呢 第一类叫道德评判 也就是说 用道德标准来评判一个人 如果一个人不符合他的价值观 我们就说 他是不道德的 或者邪恶的 有时候我们会盼到一个人说 你太自私了 这种批评 指责 辱骂 评论 都是在评判人 第二类呢 叫进行比较 比较也是平派的一种形式 痛苦来自比较之中 如果你想真的 过上悲惨的生活 就去与他人比较吧 无论是比较我们的身体 还是比较我们取得的成就 都会让人泄入痛苦之中 第三类叫 回避责任 很多人就算喜欢用 不得不 这一个词 不管你是否喜欢 有些事你不得不做 这样的表达法怎么样 显然淡化了个人的责任 以后大家应该改成什么 我自愿选择 我愿意 我选择 这样做 是因为我想要 例如一个人说 我不得不开车送孩子上学 听上去不得不 实际上什么意思啊 虽然我们可以步行到附近的学校上学 带开车送去的那个学校 提供的教育 更加符合我的价值观 那是为了孩子能够得到 我看重的教育 所以我才送孩子上学 所以是我选择做 而不是我不得不 第四类叫强人所难 很多人把请求和命令 混为一谈 实际上 命令我们说是源自 等级社会和专制社会来的 跟请求完全不一样 所以不管是道德评判 进行比较 还是回避责任 和强人所难 这样的一些表达方式啊 都会忽视对方的感受 接下来我们再谈到第三步 理清需要 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受 是什么样的需要 或者价值观导致那样的感受呢 我们说感受通常是跟未被满足的需求相关联的 感受跟人的需要有关系 当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愉悦的感受 像高兴啊 激动啊 当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痛苦的感受 烦躁 害怕 垂头丧气 可以用我感到难过 是因为我很在意什么方面来表达你的真正的需要 一旦我们说找出自己的需要 我们到底有哪些需要呢 身体上我们需要吃喝玩乐 情感上呢 情投意合 关系融洽 心智上我们需要学习成长 精神上我们需要有梦想和远方 大多数人的个人成长一般会经历三大阶段 书中称它为情感上的奴隶 面目可赠和生活的主人 什么叫情感上的奴隶啊 我用两个字趴着 也就是当牛做马 委屈求全 这是你赢我输的境界 第二个阶段是面目可赠 我用两个字呢 叫站着 以自我为中心 忽视他人的需求 叫我赢你输 第三阶段呢 做生活的主人 也就是到达了利人利己 多赢共赢的境界 很多人总是委婉地表达自己 而不直接说出他需要什么 也有些人呢 通过发泄不满 让人来猜他需要什么 而实际上 直接说出你的需要 获得积极回应的可能性 就会大大的增加 所以啊 我们要制造 多赢共赢的局面 做生活的主人 我们再来谈的第四步 提出请求 这一步呢 我们特别要使用具体的描述 而不要使用抽象的语言 不要让人猜 而是要明确的告诉他人 你需要什么 你期待别人采取怎样的行动 来解决问题 同时呢 这个请求我们说 它不是命令 清楚的请求 哪些能够满足需要的具体的行动 而不是要命令别人去做 我举个例子 这句话 我希望你尊重我的个人隐私 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具体的请求吗 实际上并不是 如果他把说法改成说 进我的办公室前 请先敲门好吗 这才是一个明确的请求 怎样才能做到明确的请求呢 对方的回答越是抽象 越是一般 我们就要求他做到具体 我来举一个我自身的例子 有一年夏天 我们一家人去苏州的太湖度假 晚上我的儿子提出来要吃自助餐 我看了一下价格 一个人168元 倒不是真的出不期这个节 而是我的自助餐 有着先天的抵触心理 我一直认为自助餐助长人的贪欲 对健康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我坚决不同意 而儿子呢 他坚决要吃 健在咸上一触即发 过了一会儿 我师徒从对立的情绪中走出来 我试探中问他 你为什么想吃自助餐 爸爸 我要吃里面的烤肉 儿子回答 这一下问题变得简单了 最终我们选择了一家韩国烤肉店 总共这一餐花了128元 结果每个人的愿望都达成了 全家人吃得很高兴 总结一下 讲述的第二部分 我们借助了四步 我观察到 我感觉到 是因为 我请求 从而做到诚实的表达自己 这是非暴力沟通 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 也就是今天讲述的第三部分 非暴力沟通中 如何倾听他人 我们知道沟通是相互的 我们既要表达自己 又要理解他人 而要理解他人 就要学会 倾听 读过高效能人士的 《七个习惯》这本书的书有 可能记得有一个双赢思维 具备双赢思维的人 他有三种品格特征 正直 成熟 和富足的心态 成熟 就是有勇气 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用体谅的心 看待他人的想法和感受 他强调的是相互的利益 和富足的心态 如果你的目标是做一个成熟的 非暴力的沟通者 这样 今天讲述的第二部分 表达自己 和第三部分 倾听他人 就连接起来了 说到倾听啊 心理学里 有一条重要的基础 就是同理心倾听 这部分实际上就是谈的 同理心倾听 当我们听到对方一句 气势汹汹的指责的时候 不妨按照这样的步骤 引导对方更明确的表达 他的观察 感受 需要 和请求 什么是同理心啊 就是将心比心 在同样的时间 地点 事件 把当事人换成自己啊 也就是说 把自己的脚 放到对方的鞋子里 这样的心情 我们去设身处地的感受 去体谅他人 去理解对方的感受 怎样才能做好同理心倾听啊 我曾经谈到过八个大字 复述 澄清 摘要和确认 经常我们用这样的话 根据我的观察 你觉得 所以你是这么看的 我听到你的意思是 你现在的感觉是 我们没有去判断 去揣测 我们说使用同理心的方法去倾听啊 出发点是为了理解 而不是为了回应 既要听信息 也要听情感 对方认为你懂 才是真的懂 对方认为你没懂呢 你就不能轻易地回应 那么你会问 倾听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听什么东西呢 倾听的重点 实际上就是 非暴力沟通的四个要素 观察 感受 需要 和请求 在倾听的时候 我们要不要可以反馈呢 当然 我们不能只倾听 而不反馈 一定要让倾诉者 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 一位倾诉者 他是不是充分表达了自己呢 我说啊 有两点 很重要 第一 你忽然感觉到 谈话的气氛变了轻松起来 第二 他停止了谈话 这个时候 我们就意味着 他怎么样 已经充分的表达了 如果你还是不确定呢 我们可以多问一句 你还有什么话 要对我说的吗 还有人会想 要不要打断呢 在倾听的时候啊 我们也有打断的权利 当你发现对方 始终无法弄明白 自己的感受和需求的时候 你可以打断他 适当的提醒对方 应该弄清楚 我的感受和需求 或者是你觉得 这个气氛很沉闷 你也可以选择 表达出你的愿望 在他人遭受不幸的时候 我们听到了之后 我们往往给予提意见 提建议 给安慰 或者表达我们的态度和感受 真正倾听他人 我们需要先放下 已有的想法和判断 全心全意的体会对方 现实当中 很多人无法做到 一心一意的倾听 经常会擦嘴 像别人在表达的时候 你说 这让我想起了 你插入了你的回忆 还有你说 这种情况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你插入了你的询问 还有的时候 你会做一些比较 这算不了什么 你听听我的经历 是吗 插入了你的经历和比较 还有的时候 你对别人进行纠正 事情的经过 不是那样的 说到了倾听啊 让我联想到 讲书前我们提的第三个问题 非暴力沟通 是不是不发火 不表达你的愤怒情绪呢 也就是说 别人愤怒的时候 我们如何倾听和回应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 愤怒是怎么来的 愤怒啊 很大程度上是 我们的思维方式造成的 它的核心是 尚未满足的需要 与其我们让一个人沉浸在 理所当然的那种愤怒当中 还不如倾听 自己和他人的需要 有意识地用 我生气是因为我需要什么 来代替我们的 我生气是因为他们 因为别人 这样更多的把向外归因 转向向内归因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非暴力沟通 到底应该如何表达愤怒呢 书中谈到了四步 第一步 首先停下来 除了呼吸 什么都不要做 避免采取行动去 指责别人 或者惩罚对方 我们只是 静静地体会我们自己 第二步 接着想一想 是什么想法 使我们生气了呢 第三步 体会自己的感受和需要 第四步 将这些感受和需要 表达出来 最后我们以一个故事 来结束今天的讲述 这是关于一位年轻妇女 如何运用倾听 预防了潜在的暴力的故事 这位妇女啊 当时在多伦多的 一所戒毒所中心上晚班 在晚上十一点的时候啊 有个男人走了进来 要求给他一个房间休息 这个男人看起来 刚刚吸过毒 这位女士向他解释道 所有的房间都已经满了 当他递给他另外一个 戒毒中心的地址的时候啊 他把他摔到了地上 他回忆说 他坐在我的胸部上 拿着一把刀 对着我的喉咙 大声嚷道 狗娘痒的 不要对我撒谎 你一定有房间 幸运的是啊 这时他仍能够注意 倾听对方的感受和需要 一般人在紧急情况下 立刻的反应是什么 以暴制暴 结果产生的残局 是非常可怕的 那位女士说 一开始 他很想为自己辩护 我很想和他说 可是我们真的没有房间了 幸好在那时候 他想起了鲁森堡博士和他们说 在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啊 在他面前永远不要用 不过 可是 但是 这一类的词语 如果说不过 可是 就是在辩解 在争论 对错 所以啊 这位女士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对他说 看起来 你真的很生气 你想有一个房间可以休息 他大声嚷道 就算我是个隐君子 我也需要尊重 没有人尊重我 气死我了 连我的父母都看不起我 我需要尊重 于是 这位女士就问他 得不到别人的尊重 你是不是很气愤 刚开始确实很恐怖 不过 说了几句话之后呢 这位女士不再将他看作是恶魔 那些被我们看作是恶魔的人 其实还是人 只是 我们有时无法看到 他们和我们的相通之处 如果你越是专注于他的感受和需要 就越把他看作因需要 而没有得到满足 感到绝望的一个人 这位女士接着说 我开始相信他不会伤害我 实际上 他后来就放开了我 并把刀收了起来 我也帮他在另外一个戒毒所 找到了住处 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谈到了三点 非暴力沟通的本质 如何诚实地表达自己 做到不批评 不指责 第三 如何关切地倾听他人 做到尊重和理解 非暴力沟通的原则和方法 用四个句子 我们来总结一下 第一 当我看 听 或者想到 我看到的 听到的 这是观察 第二句 我感到 描述我的感受 第三句 因为我需要 因为我看重 描述我的需要 第四步 你是否愿意 来表达你的请求 最后 让我来朗读一下 鲁斯 贝贝梅尔的一首小诗 语言是窗户 或者是墙 听了 听了你的话 我仿佛受了审判 无比委屈 无从分辨 在离开前 我想问 那真的是 你的意思吗 在我自我辩护前 在带着痛苦 或恐惧 质问前 在我用言语 筑起 心灵之墙前 告诉我 我听明白了吗 语言是窗户 或者是墙 他们审判我们 或者让我们自由 在我说 与听的时候 请让爱的光芒 照耀我 我心里有话要说 那些话 对我如此重要 如果言语 无法传递我的心智 请你帮我获得自由 好吗 如果你以为 我想羞辱你 如果你认定 我不在乎你 请透过我的言语 倾听我们 共有的情感 希望非暴力沟通 这本书 可以切切实实地 帮到各位 我也推荐大家好好读读 这本非暴力沟通 executive half of the hero 谁 哪有什么 也觉得